今天邀請明星們聽說他們睡眠很糟糕 就是你會躺在床上告訴自己我要睡著 然後就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式 然後就是大概到兩三點就睡著 這個世界上如果哪一天我死了 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而且我是最近開始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會想到流淚的那種 你怎麼了 就是你閉上眼睛 然後你會想說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這是金燦生前參與的最後一個錄影 編講師眼神中其實已透露孤獨寂寞 相較三年前上同節目 當時的君燦還會模仿搞笑 一頭再打高興 要高興嗎 一心到病戀 是 你是大美人耶 沒想到在今日6月1號凌晨 就因肝癌引起的併發症而離開人世 如今這些畫面都成君燦生前的回憶 然後他就把小孩子拼去說 那我不去了 你們自己去 然後我整個就抱走 我就打電話罵他 曾經會吵架伴嘴的好友安苡萱 昨天5月31號在微博上說 老天爺求求您了別把他帶走 再給他一些時間請求大家幫忙祈禱 大S老公汪曉飛也發微博悼念 君燦你身邊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會記得你 今夜我們都會為你祈禱去更好的地方脫離苦難 認識你8年來都是在帶給大家快樂 感謝你還把西元帶到了我身邊 兄弟走好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小S今天早上6點多也在微博追念他 我會永遠思念你那張帥臉 那張賤嘴 那張充滿熱情意氣的心 愛你forever 經濟公司也發出了聲明 感謝各方媒體及大眾的關心 安君燦的告別式目前站定在6月8號 希望大家記得他最美好的樣子及笑容 君燦RIP 優酷全娛樂 我們會好想好想你的台北報導 今天邀請明星們聽說他們睡眠很糟糕 就是你會躺在床上告訴自己我要睡著 然後就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式 然後就是大概到兩三點就睡著 這個世界上如果哪一天我死了 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而且我是最近開始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會想到流淚的那種 你怎麼了 就是你閉上眼睛 然後你會想說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這是君燦生前參與的最後一個錄影 編講時眼神中其實已透露孤獨寂寞 相較三年前上同節目 當時的君燦還會模仿搞笑 一頭再打高一點 又高興嗎 你心臟病惑 是 你是大美人耶 沒想到在今日6月1號凌晨 就因肝癌引起的併發症而離開人世 如今這些畫面都成君燦生前的回憶 他就把小孩的拼心說 那我不去了 你們自己去 然後我整個就抱走 我就打電話罵他 曾經會吵架伴嘴的好友安苡萱 昨天5月31號在微博上說 老天爺求求您了別把他帶走 再給他一些時間請求大家幫忙祈禱 大S老公汪曉飛也發微博悼念 君燦 你身邊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會記得你 今夜我們都會為你祈禱 去更好的地方脫離苦難 認識你8年來都是在帶給大家快樂 感謝你還把西元帶到了我身邊 兄弟走好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小S今天早上6點多也在微博追念他 我會永遠思念你那張帥臉 那張賤嘴 那張充滿熱情意氣的心 愛你forever 經紀公司也發出了聲明 感謝各方媒體及大眾的關心 安君燦的告別式目前站定在6月8號 希望大家記得他最美好的樣子及笑容 君燦RIP 有故全娛樂 我們會好想好想你的台北報導